衛生紙全部都賣完了 所以只剩下那邊那種嗎 對啊 所有的衛生紙都賣完了 什麼時候會再進貨 不確定的 貨架上空檔當各廠牌衛生紙 甚至連廚房紙巾統統被搶光光 只剩下盒裝面紙零星擺在架上 公告商卸著衛生紙目前全數售完 民眾超傻眼但不只細紙好事多 就連那壺店也是同樣情況 賣完了 等一下就貼單子了 今天賣到都貼單子 衛生紙才剛補貨就被搶完結帳排隊的民眾 幾乎人人都拿衛生紙 網路上更有人在北投店 一拿就是十幾包 到底怎麼回事 有人在網路社團表示 因為武漢肺炎造成口罩大缺貨 接下來衛生紙 衛生棉 廚房紙巾 估計都會短缺 因為原料全都拿去做口罩 消息一傳出去造成不少民眾恐慌 瘋狂大搶購 也讓不少人覺得太誇張 看到有人在搶 還是不要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說有需要 我們都是自己家裡要用的 沒有特別說因為現在的狀況 特別在多買這樣子 不用啊 但是就是看家裡平常用量吧 就連家樂福衛生紙貨價也被一掃而空 知名廠牌幾乎都被拿個精光 甚至有人整個推車都堆得滿滿滿 工作人員光是補貨就快忙翻了 市場上見面沒有告訴我們那個缺貨的狀況 還是會正常供貨 所以其實民眾不用去恐慌去做這個搶購 經濟部急忙澄清表示口罩原料是不知不 衛生紙是短纖紙漿原料大不相同 而且衛生紙台灣月產呢有25000噸 完全可以供應無餘 只是口罩之亂才因為政府下令實名制稍稍平息 現在又延伸出衛生紙之亂2.0 是來讓人看傻了耶 節奏報導